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,真的是夜太美,2018花在彰化活动今年首次结合彰化灯会在西州公园精彩登场,从大年初一到初六,不到一周就吸引73万人次入园,轻松突破去年纪录,不少民众认为夜间灯会太吸睛,让人忍不住一日游圆两次,也希望能延长灯会开放时间。 彰化县政府连续15年在西州公园举办赏春活动,从花卉博览会到近期的花在彰化系列,每年游圆人数节节高升,去年更突破70万人次,成为春节旅游的人气王。 今年县府将走春上花升级,园区布置万盏LED灯,水上花灯与奇幻灯朗等,花海灯铃让不少民众流连忘返,甚至希望能延长灯会时间。 县府农业处副处长郭志善表示,今年花在彰化活动入园人数最高峰在初三,整日有18万人次,截至初六晚间已突破73万人次,预估本周六日就能达成百万人次。 郭志善认为,开园时间延至晚上,提高下午游客前来游玩的意愿是关键,另外天气稳定又是重要原因。 对于民众反应延长灯会时间,郭志善指出有一定难度,因为园区从早上八点半就要准备开园,若延长至晚间十一点,工作人员要加班整理,接驳车时间也要配合延长,加班费用会暴增。 另外园区水踏水位不足等因素都难以延后修缘时间。 城关 处处长马英杰表示,今年花在彰化灯会布置耗费1600多万,让民众从初一到十六有白天看花,晚上赏灯耳目一新的感受。 落实业观光理念,处方以及取各方意见做改善,明年会再争取经费办理。